大吉, 大吉, 有大吉 但沒大利 因為你吉, 我有吉 是一間兩間吉了的吉舖 疫情未止, 經濟受挫 人人少了外出, 遊客也不見了 所以現在商戶做生意 真是挺艱難 尤其是傳統商業核心區的商戶 他們的打擊就更加大了 核心區吉舖連年 組織更加一卸千里 就算長距全球最貴街道的 銅鑼灣羅素街 疫情下, 難逃一跌 就像羅素街58號這個地鋪 在2011年可謂盡領封數 這間店現在最新的租金 是差不多到140萬租 如果以赤租來說 大概是2800元呎一個月 如果我們看回2009年的時候 即是上一段租約 上一次也是標普 大概是70萬租 不過這個店位 現在的租值已經大跌五成 回落至70萬, 重返2009年的水平 至於轉角位 這間700呎的赤租鋪王 曾經有金行二月租220萬租用 赤租超過3100元 現在就跌到100萬 赤租只剩1400元, 跌了五成半 鋪王也跌五成 同一條街其他店舖 就更加跌到一卸一鹿 跌足九成 很厲害 現在整條羅素街的租值真的跌了很多 後面有一個賣手錶的店舖時 曾經業主1966年買進來幾千 五萬元買進來 到了2011年 自由行很多來香港的時候 是 賣了幾千 有著名投資者買入3.8億 3.8億除一除 五萬元買進來, 升值了七千六百倍 這是香港升值的紀錄 是 之後租金的時候 曾經由九十萬上到一百九十萬左右 現在一直回回回回來 現在你看看整條羅素街 很多短租的個案 都說租金十萬元, 八萬元, 十五萬 這間店舖 如果用一個短租的角度去看 租值可能大概十萬元左右 在過往, 羅素街不是名店 就是珠寶中標店, 告不可攀 但時至今日, 不少都跌落凡間 放眼一望, 九間街鋪 有四、五間已經淪為山貨牆 合在左右兩間, 幸存的名店中間 竟然是一間賣電話充電線的山貨牆 落差很大 不過說到最多山貨牆賣的 都是最時令的口罩 這條街已經有兩間了 總環是核心中的核心 一樣難逃一劫 德庫道中55號地鋪 連一樓的七千多呎巨舖 現在一樣只是在賣口罩 不過看它門面亮麗 壯黃古色古香 看起來格格不入 原來以前這裡是 著名中國藝術工藝品 百貨公司的旗艦店 以前月租近百萬 現在十多萬而已 就算在尖沙咀遊客區 一樣有口罩散貨牆的身影 短租 短租, 那真的租多久? 不一定, 如果他租出去 我們就要給他 應該跟他商議了一個 挺划算的價錢, 是嗎? 不錯, 都不斷以千多二千元 業主認識的 靚舖租金搞得短日計 一天, 為期月租也只要四萬多 好像他們之前 以前差不多二十萬一個月 是有一間藥房的 但是現在暫時性的生意 你覺得會否夠吸收到… 其實一天都是三幾千, 三四千 隨時會搬 所以不想再浪費這些錢去裝修 倫為山貨牆的美貨店, 區區都有 賣的都是文憎用品 你賣毛巾和皮鋪, 我就賣沙布硬撐 你賣手機保護貼, 我就賣過年利時風 這間還寫明是短期租藥 玩具清瘡, 擺明要錢, 不要貨 有業主直接收回店 自己拿來促銷海味 至於加拿分道 這間曾經是藥妝店的店 現在就一分為二 一邊賣絲襪, 一邊賣腰果 一邊很香艷, 另一邊很香口 你現在一個月是多少錢? 我們這裡五萬元左右 五萬元? 一半店 平時沖繩是多少錢? 這裡應該是二十多萬元 如果不是疫情 做生意是怎樣的? 有沒有跟他談過減租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是做了第三天 生意…生意都是一般的 真的嗎? 沒錯 比你預期中差? 比我們想像中差很多很多 不論是否甘心淪落到做山貨牆 舖舖的租值都是斷崖式下跌 血淚禮子之一, 沾沙咀海防道 這道尺價簡直是天堂和地獄 為甚麼?曾經很天堂的時候 1314年自由行最高峰期 每一尺每個月的租值超過一千元 即是一間一千呎的店舖 租金超過一百萬元 現在就回到地獄了 後面有一個買手袋的地方 第一次租的時候 這個手袋的店舖是一百萬元 十年前左右, 就是2010年 之後上升到二百三十萬元 被中標珠寶踢走了 後來跌下來藥房租, 就八十萬元 再跌下來的時候 現在幾千的租金 二十八萬的長租 跌幅都超過八成, 黏住九成 後面再過了一點, 就有一間VCD店舖 最高峰期的時候 又是一個手袋舖租用 一百零二萬的租金, 九百尺 一跌跌到多少? 跌到現在只剩十萬元 一百零二萬, 跌到十萬元的長租VCD店舖 所以就跌超過九成 就算是昔日的潮流集中地 嘉年威老道 也是靜如深海, 閉嘴也沒有 不少店舖落閘雕空 但是街尾一段 一間, 兩間, 三間 數一數一數, 已經有十間吉舖 現在截圖是沒什麼人的 這一條已經刪了很多 據說, 整條嘉年威老道加起來 有三十五間吉舖 慘放空前, 只但是這樣的情況 原來也可能跟業主的取態有關 拿得核心區, 尖沙咀、海房 跟羅灣、羅蘇街的業主不簡單 那些很多時候是大家族 持貨能力非常強 他不資助的時候 他可能站硬點不減租 原因是因為他一減租 他的店舖的價值馬上跌下來 每一間店舖在香港平均三厘回報 五萬元租值的三厘回報的店舖 五萬元乘12個月除0.03 這間店舖就值二千萬 如果他的租金由五萬元一減, 減到一萬元 剩下兩萬元的時候 他一除三厘回報, 一計算下去 分分鐘由二千萬, 跌到幾百萬元 就算業主願意減租 也不一定有人承接 就像嘉年威老道那間 由天后陳惠霖擁有 A、B店舖連一樓的1400呎的店舖 其中B店舖早前以七萬五租出 但今年初起, 足足挑空了一年 Cally的帳面亦足足虧了八十多萬租 比起Cally, 亭鋒也不好得多 他在中環百花街二十六毫里的店舖 當年用了一億一千七百萬買入 現在月租只是七萬三 回報率只有0.7厘, 真可憐 面對疲弱的市道 有業主就積極來過結構性轉型 有先生在多區持有地鋪、寫字樓等等 逆市之下, 他唯有想法自救 我們有時拆散租, 第一個方法 第二就是我們自己經營 這裡我們原本是租給別人的 後來租客離開後 我們自己經營一段時間 做商務中心, 速租場地, 搞活動 例如這個空地 我們會搞市集、燒烤、分禮 除了外面這裡, 我看你裡面也在裝修 裡面有什麼大計呢? 對, 現在我們都轉年會做一些推廣 現在移民多了, 海外地產更旺 我們會做一些海外物的推廣為主 但不是我做, 我們租了幾個人去做 找到新的需求 好景的時候, 業主每年加租 輪到大譚市 鑑平鑑賤都是理所當然 不過租務市場是經濟寒暑表 褲氏一日未回暖 市民的生計可能都會繼續在陰霾之下 我會做一次 在陰霾之下 在陰霾之下